灰灰涂地竟然这么牛 连叶峰都有点抵挡不住了 我们来看上这个新秀打这个叶峰的对局啊话话说新秀最近表现可圈可点啊 上一次一个3v3的比赛当中 呃杀了这个老瓷头啊 还有叶峰几个币啊立下了汉马的功劳啊 打一封这场的话呢是一个抢十二的啊 没想到叶峰跟他打到十比十之后呢就开始了 不行了啊顶不住了 诶 抓一个还行啊 直接 葵花带走 新秀这个人吧他也算是一条真看只是吧 前两年这个质疑那个自信有问题是吧 线下跟他开了两枪啊打不过啊 承认人家确实有实力好漂亮联系的下盘 啊哟哟 葵花电招 这种葵花电招一看就是知道 啊出自无智慧的门下啊 啊新秀也是这个 无智慧水平第2高的那个 那个涂地了第一高肯定是小雅啊 啊 钢一个吗不钢 啊钢 打法还可以再变得更 凶猛一点是吧碰就钢啊 无智慧的门下肯定要喜欢钢西滴的哈 连续的射好二段跑抓漂亮 射一个不可防御波有吗我去可以生龙直接化解掉但是这把想压起身没有跳好早了一点点啊 刚才那个二段跑抓的话也是一个运气啊变成那个重拳还接一个消风 加的不错哎呀跳空强架刀直接退空落地重拳必杀不可防御波 对了中了 哎呀可以包一个假 逆向吗 闪身躲掉必须给跳啊你不跳的话你就要吃消风 AB没反应过来直接必杀来到了赛点呐啊兄弟们这个是一个抢 12的比赛现在是12比10啊11比10啊 点赞记得看有点东西啊这个霸行挺给力啊 然后推土机启动 点赞并拉开距离啊 好跳拨一套四连 不能干啊在战兵的话他有可能带消风啊好后跳A 大能AP嘛 天鹤进身的时候很喜欢用战A或者下A的试探啊看你往哪边走啊 你往后面走的话我就打你后面 ROUND 2 READ GO 做AB 虚晃片钢滴滴好偷下凡复战 有点东西直接打晕了 厉害厉害 哎呀这下万人期待这个小玛丽的 翻盘了啊翻盘之后就来个双帅点了呀好跳D然后报一个假 想打一个身后啊 防住偏两再一次偷下盘这一下就大势已去了呀 哎我去还行啊 关键时刻还在躲 哎呀呀呀 好还行啊 留一丝闲念 来西里想发葵花 小跳抱一个假 又是一个小跳抓夹 什么东西啊一旦倒地就起不来了 有点意思啊 好紫条 来吧跳D带一个抓 哦呀漂亮 打点就是不错啊再抓一个 牛逼啊最终还赢了 好关注修修不易走丢 好关注不错啊 好关注 好关注